本港一名新型肺炎患者康復几个月后近日再次确诊 成为全球首宗重复感染病例 港名33岁男患者第一次确诊后四个半月 从西班牙返港之后再次确诊 港大微生物学系发现两次的病毒基因分支不同 研究证明感染后的免疫力只维持一段短时间 新型肺炎好像感冒感会持续存在 即使康復患者也应该接种疫苗 以及遵守防疫措施